怎样瘦脸小窍门最快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黄继辉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皮肤科主人医师 现在又兴起了瘦脸这种一种美容术师 其实我们要根据他的病人的情况 看他是什么情况 引起他的面部比较宽呀 或者圆呀 方呀的原因 我们要找找 第一是骨性的 还是肌肉性的 还是脂肪性的 有的人感觉自己下颌角很大 下颌这点觉得说是特别大 这种是它骨性引起来的 你像通过打针啊 用药 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们需要手术 可能就是我们常做的结果术 我们需要把下颌角剧掉一部分 才能做到瘦脸的一部分 还有一种人 是我们说的 是由于咬肌肥厚 而并不是骨头的下颌角 向外展引起来的 这时候我们建议的是 可以打针 打的就是肉毒素 只要打住了 咬肌的上肢点和下肢点 然后给病人 让他尽量不要打完针以后 不要吃硬的东西啊 这些 我们让咬肌逐渐萎缩 这时候就会见到 瘦脸的作用 还有一种就叫做 甲肌垫 你看 婴儿出生到 它脸都比较圆 圆圆的脸 其实是由于婴儿时期的 它那个甲肌垫比较为后 随着我们年纪增加 甲肌垫会逐渐开始萎缩 你看很多有的老年人 它两个腮凹陷是指的 甲肌垫的萎缩 所以说对于 单纯的就是甲肌垫背后的人 我们可以考虑 从口腔内局部 口腔内做手术 切除部分 甲肌垫 但是我们尽量 还是这个手术的坚决 还是不要做得好 所以说我们对于 那个瘦脸这种情况 就是根据它面部的 实际情况来决定 是到底什么原因 才有不同的方法来治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